到校園進行預防犯罪宣導 警察局少年對宣導學生 最常見的詐騙手法 等於搜紙塔上拿六萬五塊 衛星給這個網路公司 這個通路平台 請問同學們 你們接到上來電話 你們會有什麼反應 透過有獎偵達 和台下學生互動熱絡 國際獅子會300A5區 第十四分區主席 結合了鳳凰 光華 志強 信義獅子會 和警察局少年隊 前往吉隆商工 進行預防犯罪宣導 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學生 認識詐騙的手法非常多 希望他們 不要不小心誤入歧途 攀了一些的小力 而去當車手 還有說 加強他們對反毒的意識 還有就是說 你說如果在學校 萬一被霸凌的時候 勇敢的站出來 那我們今天 提供了很多獎品 我們總共有 十三部假拉車 還有現金一萬塊 還有八十份的禮品 這幾年 國內有學生在暑假打工 被詐騙集團利用成為了車手 警察局提醒學生 要注意打工型態 不要聽從來路不明的訊息 或是不要參加陌生群組 或是投資的那些網站等等 反霸凌的話呢 我覺得 如果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要馬上告訴司長 然後回家後可以撥打 反霸凌專線 然後或是可以找一下 你相信的朋友散散心之類的 霸凌或是你看到別人被霸凌的話 可以告知家長或是老師 然後可以搭反霸凌專線1953 然後也絕對不要在旁邊圍觀 也不要詐騙 因為每一個人的努力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詐騙真的很缺德 少年學生本身的社會經驗比較不足 法式觀念也可能比較偏差 藉由社群媒體的傳播 以及同才的吸引 詐騙集團常常利用高薪 來誘惑我們少年學生 就很容易被吸收為少年車手 所以這部分我們要特別提醒 我們少年學生 千萬不要因為高薪而被受利用 除了宣導反詐騙 防治校園霸凌反毒 也是預防犯罪宣導重點 議長同志委副議長楊秀玉親自到場 向學生分享購物經驗 提醒學生避免招騙 這個在下單之前 一定要務必非常謹慎 確認賣方的相關資訊 最後再按下去 不然會有很多種模式 我自己就收過LINE的簡訊說 我剛剛買了什麼東西 我還特別就回到那個 某個購物平台上面去看說 奇怪 而且這有時候很巧 因為譬如說我剛剛買了法辣 他跟我說你買了什麼東西 我就想 我還真的會以為我剛剛那個是 那個是法辣的簡訊 其實不是 所以要務必要再三的確認 我想現在那個反詐騙專線165 也非常的這個方便 所以可以直接來詢問 或是跟賣方也直接取得聯繫 我想會是最安全的一個狀態 那也希望學生在高中時期呢 能夠遵守這些法律的規定 那這次也特別感謝三分局的警察 還有我們獅子會 貢獻了很多的 贊助了很多的獎品 那也希望同學能夠認真聽講 然後踴躍的來為自己 獲得這個禮品 最重要是要受到我們 這個反詐騙反毒 反霸凌的這個宣導 市職會結合警察局 前進校園宣導 有獎爭達 獎品豐富 希望學生提高警覺 免於被害或誤入法網 記者黃紹明金龍報道